這個不要被這個字 不要被這個字拘捏對不對 我們說地上拳 你被這塊地啊 地下也可以用啊 所以先不要被他的文字所拘捏 好地上拳呢 所以呢 AD 是假的 現在呢 跟椅之間 設定地上拳給他 所以椅在上面使用 大部分呢 大部分是蓋房子 用來蓋房子 基本功罩我們再複習一下 如果印象還有的話呢 物權 最完整的物權叫所有權 對不對 然後還有兩類 用意跟擔保 不管是用意或是擔保 都是定 限物權 還有印象對不對 所以呢 比較完整的 當然就是所有權 而他把他的 這塊地的使用 的權力切割出來 設定給椅 椅叫地上拳人 然後我們課文接著看 地上拳的椅啊 他身為地上拳有什麼權力 第一個呢你看標題 使用收益 蓋房子 使用 我蓋了房子以後 租給老棚住 收租金 收益 都OK的 這沒問題 鄉民關係 鄉民關係 八百條之一 條文 八百條之一 來來來 我趕快買這本 這本強烈建議 沒帶沒關係 加益有嘛 有800條之一 只要是對於不動產有使用權力的人 800條之一 有講得很清楚喔 774 照前條 都是鄉民關係的條文 在地上拳 農業權 這些都是使用用義務權的人 可以准用鄉民關係 譬如所以 隔壁 隔壁 有沒有 隔壁的果實掉進來 果實置落林地啊 那也是地上權拿去啊 相應關係嘛 准用嘛 好准用之 還有 還有 附上請求權 767也是啊 767啊 也是說只要有用義性質的人 都可以行使 767附上反玩請求權 也可以啊 所以 有人 來來來 有個秉第三人 跑進來 站住B屋的話 姨可以叫秉離開啊 可以啊 767啊 對啊 可以吧 好 那第二個呢 處分 處分 所以姨可不可以把這個權力 地上權 讓給別人呢 讓與兵 OK的 你說不用 不用去給我甲同意嗎 不用 不用 就是讓丁來頂乙的位置 所以丁這麼一頂上去的話 地珠以後也就是讓丁來叫了 就會牽涉到地珠的問題 除非 除非喔 除非甲乙他們有定契約 甲不想讓關係將來太複雜 除了有契約禁止 說你不可以把 地上權讓與給別人 或者這邊有習慣法 所以看台灣看得出來 請讀838 838 地上權人 可以將其權力 讓與他人 1 第1件事 讓與他人 第2個 拿來設定抵押權 設定抵押權 來 全力抵押 這條 太常用了 880 看一下 我們來唸一下 不是880 全力882 882 這條太常用了 你看 882 這件事喔 地上權 農譽權 點權 這三個 用義務權 就是這三個 因為大家 不動產義權 我們上次講過價值不容易 判定 但是地上 有地租可以判定 農譽權也有類似地租的東西 點權有點價 這三個權利呢 都容易衡量他的經濟價值 所以可以用來設定 權力抵押權 可以嗎老朋友記得住嗎 不動產的 用義務權裡面呢 對不對 地上權 農譽權 不動產義權 點權 就只有 不動產義權不能設定權力抵押 882 把它排除掉了 但是地上權 還有農譽權 還有點權 全部都可以設定 權力抵押權 那這回來我們剛838講的 所以地上權人可以把他的權力讓給別人 或者拿他這個有經濟價值的地上權去設定抵押OK OK的 這樣了解了 但是除了契約 另外有 有約定 我們剛剛講過 甲乙如果有約定說不想讓關係複雜的話 不讓你當乙OK 那就遵從約定 我一定有習慣吧 好 那如果跟甲乙有一個約定的話呢 說不得讓乙的話 來 以既有約定不得讓乙的時候 以 還硬要把這個地上權讓給甲的話 甲乙還是有信賴啊 甲乙會去查土燈部上面 地上權有沒有任何禁止讓乙的約定啊 沒有嘛 所以甲乙還是回到去查 公式制度的土燈部嘛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這個約定不可以對抗 第三人嘛 你要有約定 別人才查得到 說喔不能讓乙 那你讓給我也沒有用 所以我不會有信賴保護 可是沒有登記的話就不行 所以前項約定非經登記 不得對抗第三人 所以如果你沒有登記的話 你讓乙給甲乙之後 甲不可以對丁主張讓乙無效 就這樣子啊 OK 第三項 地上權與其建築物啊等等的 不得分離而為讓乙或設定其他權利 現在 有兩個東西 你看這邊 以 第一個東西我們寫1 地上權 第二個東西我寫2 B屋 B屋 能夠合法坐在 A地上 靠的一定就是有一個什麼權 有一個地上權嘛 所以如果 我把地上權讓乙給丁 B屋卻讓給丙 沒道理嘛 沒道理嘛 對不對 那到時候丙還不是要再一次跟丁 來設定一個地上權嗎 或者要跟地主講 可以嗎 所以乙如果要把他的地上權讓給丁的話 那他蓋的房子也應該一起讓丁 這個房子不能讓給別人 這樣讓給別人的話 那個房子的所有權人會沒有坐落在這塊土地上的合法基礎 不行不行 這樣關係會越來越亂 其實物權喔 不像債權 債權你會發現法律關係千變萬化 非常的複雜 可是物權的話真的很清楚 誰有權利 誰能做什麼什麼事很清楚的 所以這個看838 講得很清楚喔 第三項 地上權與他建築物 不得分離而為讓餘 不行 不行 他不要讓法律關係越來越複雜 好 這樣開始之後呢 我們三支六月 第四段有開始 此外來看此外這一段 是838的下一條 838之一 土地 土地上的建物 同屬一人所有 現在 在講一個很簡單的觀念 我們現在是另外一個 另屁一個小 四窗 如果地 來 很簡單 地跟房 都歸甲所有的時候 我如果今天呢 這兩個都拿去設定抵押權 時間到了錢還不出來 地跟房都被拍賣抵押 抵押拍賣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這個被 椅拍走 這個被餅拍走 哇 這兩個人 椅的房子 有所有權 可是如何坐落在餅上面 椅又要跟他約定地上權嗎 對不對 這是指說 特別 被不同的人 拍賣 被拍走的時候 一定有地上權的設定嗎 這種設定不是 椅跟餅 原本就認識講好的 這是因為被不同人拍定之後 勢必會解決房子的坐落問題 法律逼他們 要成立一個地上權的約定 地租談不攏 由法院來決定 對不對 所以是指 地跟房 被不同人拍走的時候 可是什麼時候也會 有遇到這種情況呢 我必須